你最重要记得的第一点就是 你护肤的手法是怎样都是重要过你买的产品 你买的产品再好用 可是你的手法错误的话 那个功效也是去不到最全面的 再来呢最主要的呢 就是要记得清洁保湿防晒 只要你完成了这三个步骤呢 你就基本上是完成了你护肤品的80% 其他的功效再贵再好都好 他们都只是占据了50%而已 那我早上用了的防晒 因为晚上要不要卸妆 但是卖得多自然他们批准也多 所以他们就会跟你讲 涂了这个再涂这个再涂这个再涂这个 所以他们卖得多他们就赚得多 他们批准就分得多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 当然呢我就不是全职的一个 护肤的一个blogger 但是基本的护肤 routine呢 我还是知道的 那我是在开始有借一些护肤品的一些 product review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在这一方面做很多功课 因为我不可能真的是来匿集了那个产品 然后浪漫分享给别人的嘛对没有 一定是要做足功课就是 什么样的产品给什么人用 什么样的产品可以怎样搭配去使用 这样子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做了蛮多功课的 今天呢我就打算在我之前收集了的这一些 呃知识总结起来 然后再做一个基本的sking care routine 分享给你们 所以如果有什么说错的话 呃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 留言交流 呀 go let's go 先我们先把产品放在一边 你最重要记得的第一点就是你 护肤的手法是怎样都是重要过你买的产品 你买的产品再好用 可是你的手法错误的话 呃那个功效也是去不到最全面的 最重要的是记得 你的手法一定要对你的护肤品 你才能完全全面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面 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 只要我用的多 就一定对一定有效 一定有成果 这个想法呢 是百分之百错误的 你不要一直想到你用的多 就一定有效果 ok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如果想让你的皮肤变美 首先这个想法一定要改 贵和便宜是没有关系到这个问题的 ok 再来呢 最主要的呢 就是要记得 清洁 保湿 防晒 只要你完成了这三个步骤呢 你就基本上是完成了你护肤品的 80% 其他的功效 再贵 再好 都好 他们都只是占据了 20%而已 这20%里面 我们再把它分为10%跟10% 那这18%呢 就是早上的抗氧化 所谓的就是防晒的效果 所以你要用一些产品是有防晒的 就是保护到你的皮肤 ok 早上呢 大多数是用一些保护的成分的东西 那现在的晚上的18%呢 最主要的呢 就是修复 因为我们的皮肤呢 早上你受水了很多 所以最主要的呢 第一个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修复你的皮肤 在晚上的时候 因为晚上的时候呢 是让我们的皮肤最好的去休息 最全面的去吸收我们的保养品 所以修复呢 一定是留给晚上用的 所以你不要用修复在早上啦 因为你早上都出门了嘛 你还修复了什么都没有 但是在休息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再修复你的皮肤 那修复过后呢 你才用一些抗老啊 或者美白啊 或者什么 去纹啊 那些东西 ok 才保湿的东西 主要呢 是修复 ok 那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主要先讲一下 这晚上的10%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多东西讲 ok 早上呢 因为只是抗老化保 所以 话题比较少 我先放这些 ok 最主要还是防晒罢了 其实 晚上呢 就比较details一点 before我们开始 我们的10%护肤之前 很多人都会问了一个问题 那我早上用好的防晒 晚上要不要卸妆 答案是 要的 防晒呢 是一定要卸妆的 因为防晒呢 是属于彩妆品的一种 它不是护肤品 所以 一定要卸妆 如果你没有卸干净你的防晒的话 分分钟也会起油力 或者 神兜兜 那你卸完你的防晒过后呢 最重要就是 这个再清洗你的脸 用 水都好 用Fay Wash都好 就是一定要再洗多一次脸 不要让那个 你的 那个 泻妆油 或者泻妆水 残留在你的脸上 可能会 也是会导致你 神兜兜 神闭口 这样子的 那你洗完脸过后呢 大多数人都会讲 基底液啦 面膜 爽肤水 眼部精华 脸部精华 抗老 美白 修复 眼霜 脸霜 再去到一个锁水 是几样东西 其实呢 我们呢 是不需要用到 这样多样东西的 ok 为什么你每次去柜台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你讲 一定要用到 脸 好像 好像用很多东西 这样子啊 可是你会跟我讲 这些都是 规格规解 在跟你们分享 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他们推什么 你就买什么 其实呢 这些呢 都只是一个小量的 Marketing 卖得多 自然他们Commission也多 所以他们就会跟你讲 涂了 这个再涂 所以他们卖得多 他们就赚得多 他们Commission就分得多 简单来讲的话 步骤越多 他们赚得多 对没有 认同没有 认同的话 还不快你给我点个赞 在这里呢 你一定要听我这一句话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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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要讲三次 护肤最重要的呢 不是步骤 而是 你要的效果 ok 所以不要盲目 跟着别人的步骤走 来得到 你要它的效果 每个人呢 连要的东西 都不一样的 你不能盲目的 去跟着别人的 schedule 跟着别人的 step去走 ok 除非 ok 除非 你是真的是 全部东西都需要 这样就全部都用了 最主要的呢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清洁保湿 再防晒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 抗老的话 你可以 清洁 抗老 保湿 再到你的防晒 如果你是需要美白的话 呃 清洁 美白 保湿 然后 防晒 嗯 都知防晒是最重要的 for早上 保湿是最重要 for晚上 因为保湿呢 它是cream type 所以它可以锁住 你之前你用的 全部东西 像我本身的话 我会先用 呃 清洁 然后 toner 然后到我的修复 然后我的保湿 然后就到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早上就防晒了 嗯 就是这样简单 这就是四样东西 罢了 你不需要就是 toner mask啦 因为面膜一个星期 用两次嘛 所以你不用来 真的是每个晚上都在用 ok 所以你就只是来 呃 清洁 toner 修复 保湿 就已经够了 真的不需要用到来 真的 甜花笼重的东西 这样子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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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球发跃 总结来讲 不要盲目跟着别人的步骤走 一定要记得我改善的三个步骤 清洁、保湿、防晒 然后你要东西再慢慢夹 夹一两样下去就够了 五个手指算得完全好了 不要用到两个手掌 主要呢还是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在怎样去搭配的去使用 然后这一期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 希望你们会明白我在讲什么啦 如果有帮助你们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赞分享 然后你觉得怎样就这样 如果还是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不懂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你 还是我不懂要用怎样复评的话 你可以来我的IG问我 或者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你觉得我讲错了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